拿下 负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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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是俗老 要抗命论法 老族长来太子封地掌事 没有太子亲命 谁敢击拿 本将军奉命执法 再不让开 依法行事 杀吧 怕死不是白事后人 由于孟西白三族强行抗命 魏央在秦国第一线 没线推行的土地改革 几乎要流产 但他知道 这些孟西白族人 敢公然抗法 背后肯定藏着巨大的黑手 但他不知道的是 那只黑手会隐藏得如此之深 事情要从新法令 刚搬行说起 一直反对变法的太妙令杜志 刺头团孟西白 想拉拢太子妇 公孙古进群 杜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但公孙古还是死活不进群 在他看来 这几个憨货 一天到晚 除了会挺着脖子往刀口上撞 没别的本事 加他们的群 不仅抢不到红包 而且一旦群里有危险言论 自己也得跟着遭殃 这公孙古 十分谨慎小心 可他并没有对策 就在这时呢 猥琐发育祖师爷 太师甘龙 让儿子 干城前来地画了 看干老师又认怂 孝天犬杜志又摸不着头脑了 从魏央上台以来 干龙这老阴货一直龟缩在家 认谁也不见 不知道的都以为这老宅男快要老死了 可这位僵尸型选手 偏偏在魏央削贵族封地的敏感时刻 突然自寝缩地 难不成是真相魏央剿梟投降 是向变法姚维起连 主动投诚了 老狐狸的用意啊 一般人猜不透 但公孙古瞄懂 于是呢 他开始向不是很懂的杜志传递暗号 你也献出片封地吗 那银丝妇 岂不是更要割肉了吗 老太师率先锤饭 我自当跟上 老太师率先锤饭 银丝妇也跟上 那本太妙令 不更是要跟上吗 太妙令 还没有含实啊 这段对话 相信很多人看过了 也就看过了 没有特别留意 这里面的几个脸弯绕 第一 督智为何要学甘龙献出封地 这个啊 最简单 无脑督智虽然不理解 甘老师为啥这样干 但督智知道 任何时候 跟着甘老师屁股后面 自己总不会死得很难看 这第二 公孙古为何要学甘龙呢 那是因为啊 甘龙憋的这个大招 实在太阴了 你未央不是要缩减 我们所有贵族封地吗 我老干配合你 配合心法 我自攻总行吧 你看 我把我的封地 都献给太子了 不过你不是连太子的封地 也要削吗 这下你还敢削吗 你好意思削吗 你想 我们太师 太子父 太妙令 三太祖和掏空家底 给太子买了一根棒棒糖 太子正高兴 你这个大所书长倒好 阴着脸一把收割了 太子的棒棒糖 还说糖吃多了不好 你就说太子恨不恨你吧 这太子可是储君啊 你就不怕他以后长大了 往死里干你 老干龙这招一根棒棒糖 引发的悬案 确实给魏央的变法集团 带来了大麻烦 这三太一起献帝 法不尽是 只要献帝不违心法 这分明是三太 一起利用心法的空隙 利用心法空隙 终究不是违法 他们的目的 是看我们如何裁决 以老干龙为首的三太组合 给魏央出了个大难题 他们向太子献帝 如果魏央这个时候 不削减太子府封地 等于承认心法完蛋 如果削减太子封地 得罪太子 以后他魏央可能要完蛋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个问题 太子是大秦集团的小老板 这事儿魏央一个职业经理人 不好搞 警官提议 矛盾上交给大老板盈去粮 但魏央不同意 魏央有担待 但风浪并不会因此停止 上次私斗仇杀的梅线 又开始不安宁了 这次带头的是白氏组长白龙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头 但我要说的是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永远都不要小乔农村的 这种基层干部 特别是老大爷 你就比如说这个白龙 他年轻的时候 曾是秦军中赫赫有名的 千副长 在秦宪宫时期 和魏国的基站中 断了一条右臂 但他最厉害之处 并不在于勇猛强悍 而在于他的精明狡猾 如果你看得够仔细 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在秦国 孟希白自古一体 可为啥上次私斗仇杀 孟希两族组长 被魏央砍了 唯独白龙没事呢 这是因为 这位白组长 不主张和心法正面硬刚 那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送 张着大嘴往风头上呛 他虽然拗不过孟希两族 以及本族人众的舆论压力 派出了一百多人参与作战 但却都是女人和孩子 而他自己呢 始终没露头 白龙这种行为啊 在当时看来 不讲义气 没有武德 是大大得罪了两族人众 可是在喂水大型后 孟希两族组长没了 唯一留下来的白龙 却赢得了族人极好的口碑 到现在 几乎成了梅县孟希白三族的投阳 但是呢 白龙并没有因此而高兴 当初他不主张和荣敌移民泄斗 并不是拥戴心法 而是觉得风头不对 喂水大型之后 他感到心法太严酷 心中老大不是滋味 如今又要废除景田封地 他无论如何呀 是忍不住了 于是呢 一个清晨 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 从梅县专程赶到岳阳 去给他的上方宝剑送棒棒糖 梅县白龙求见太子 还请将军禀报 太子正在书房听讲 白多长稍后 此刻太子营寺的书房里 正在上课的不是太子父公僧谷 而是本期特邀嘉宾 为所发育祖师爷 给太子主动献帝和送棒棒糖活动的发起人 当朝太师老干龙 老干龙难得亲自出面给太子上课 那铁定夹带点私货 敢问太师 上书既为治国大盗 为何秦国变法不奉上书 这是一堂极其隐蔽的洗脑课 秦国变法后续遭遇的血流成河 都可以从这堂课找到源头 太子父公僧谷邀请了大秦国语速最慢 但洗脑水平最强的成功学大师 为营寺讲解王道治国 而没接触过普法教育的营寺 也很快上套 对于这种敏感话题 老干龙当然不能正面回答 这小营寺迷茫了 干老师啊 我问你变法是不是不好 你不给我个准话 意思就是变法不好咯 但老干龙故意点到为止 他在给太子种下一颗仇恨心法的种子后 起身拿起龙头拐 就溜回家继续练龟缩大法了 而他接下来就静静等着被洗脑成功的太子 去一次又一次的对抗心法 直到结出谁也无法挽回的恶果 而第一次让太子失邪的 是梅县白氏族长白龙 这位太子封地的长势 跟太子有着深厚的感情 逢年过节就给太子寄棒棒糖 所以呢太子很喜欢他 但一晃几年两人没见面 这次见面分外热情 又是送雕容又是抹眼泪 太子父公僧谷仔细打量着这个老头 知道老家伙从梅县大老远跑来 绝不是要给太子送棒棒糖 绝逼是因为封地的事 于是呢趁着太子刚被洗脑 就顺势推波助澜 老司长 心法分封地没现热闹吗 果然此话一问 独臂白龙的脸色顿时难过起来 随即扑地跪倒 太子啊 老司长 太子 别哭 你别哭啊 有什么事 尽管说 是不是付税重了 那还用哭 太子府明年 减半收粮 但让老白龙真正伤心的呀 不是给太子耕地交粮 是以后不能再给太子送棒棒糖 因为心法缩减封地 重新分配给新国人 这老白龙为了说动太子 更是添油加醋 哎呀 太子呀 除了俺们白氏一族 孟希两族本来都争着抢着 要给太子送棒棒糖 但是这心法邪乎呀 非要将之前分给俺们的土地 给那些新国人去遭捡 老白龙说的声泪俱下 可怜巴巴彻底点燃了太子愤怒的情绪 这就是新法 老秦人受苦 那个未央不知道吗 老族长 太子府未奉君命 老封地 谁都不能动 就这样 有了太子这把上方宝剑 老白龙回到梅县 他的族人立马牛逼起来了 有太子 给咱们老秦功臣罩上 扛住 看谁 能把咱老秦人的腰给折了 这老氏族坚持抗田 不给新国人分田 引发了新国人对官府严重的信任危机 强烈 娇弄 砸官府 对 反出新国 变为道抗 反出新国 变为道抗 新国不是奴隶的 我们不给他打仗流血 对 对 不给他打仗流血 新国人一怒之下 扣留了梅县新上任的法官 而在这种危机时刻 首席责任人为县县令赵抗却不见踪影了 消息传到岳阳 魏央顿时气到爆炸 关注古道 看最精彩的大秦帝国解说 我们下期见